哇 这是古董吧 从1973 1973年到现在多大了 你知道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觉得特别像就是中国八九十年代 那个绿皮的出租车上面拉了个背脱 我们看看理念 你想象一下 1973年的时候 他们的房车就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很老啊 但真的还挺有感觉的 你说这几十年的差异怎么追啊 所以中国房车人加油啊 亲们 1976年的老野车 我的天哪 我们来看看1976年 他们做成什么品质了 其实说实话挺铁皮的 但是很有那种就是感觉复古风 它应该是锁起来了 不给人进去看了 就打开了半扇门 就大家跟着镜头大概看一下吧 后边呢是个会客区 好精致 你看好复古这个小盘子 小杯子 晚上那个时候76年 因为本来德国就不爱装空调 所以这个车也没有空调 你过来看 这个小电风扇在那 很小很小那种电风扇 你瞧见了没 这车比我大两岁 就是你看 就是很欧洲复古风的感觉 红色 这算贝驼吗 一个床 一个卫生间 后边一个会客区域 好可爱啊 就好复古 这边还有个蓝色的 我们也看一下 刚刚那辆车比我大两岁 这车比我爸妈还年纪还要大 而且你看 它是一个双排的小轿车 就是方向盘特别的大 然后里边全是物理按键 就很复古 后边拖的是一个 Ariba的这种小拖挂 就很可爱 so cute 来感受一下 它这还是一个上下铺的设计 就两个小单身床 特别小 所以你说这咋比啊 就人家六七十年代 车都已经坐成这样了 但没关系 咱们中国人向来喜欢卷 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用了短短 二十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能把我们的 B型车和C型车的品质 做的跟欧洲的这些车 差不多了 而除此之外 不光光是差不多 现在还大有一种 我们要赶超他们的趋势 所以老外讨厌中国人的 你知道吗 你不让他们挣钱 这哪能行呢 大家看看这车 也挺好看的 你看人多会享受 上面给你支个架子 然后小洋伞 那么一打 这前脸好可爱 这是59年的车 我的天哪 59年朋友们 新中国1949年才成立 这是59年的车 就是反正挺感慨的 就看这些特别复古的车 因为早在N多年前 几十年前的时候 确实欧洲确实是领先 我们挺多的 但是反正现在这一次 我就感觉 在很多的便捷性上面 智能啊 科技上面 其实咱们中国 是要超过他们了 所以我觉得老外有的时候 也可能需要卷起来了 不要那么chill 不要那么deluxe